這個港深港高鐵香港段的基建 是一個非常獨特和複雜的基建 第一它是一個跨境的鐵路項目 不僅在香港裏面去開一條新的鐵路 第二它是一個香港段 所以要與國家在內地整個鐵路網結合 這些系統亦都需要協調、銜接、磨合 隨著到投入服務之後 再是很獨特地有一個一地兩檢的安排 所以在這裏都呼籲買一票的朋友 在23號的時候就開心心坐高鐵去內地 但是亦都要知道 進入了在西九龍總站的內地口岸區 就是行內地的法規的 所有有關鐵路的營運都是依法來進行的 所以在香港口岸區就是香港的法規 內地的口岸區就是內地的法規 但詳細的情形呢 你必須要找回港鐵公司 我亦都好像上個星期二在這裏 呼籲大家不要戴著有色眼鏡去看這個高鐵的項目 事實上很多市民都是熱設期盼高鐵的開通 而每天都有60萬的人次經過六路口岸區 來進入內地 所以這不是一個完全大家沒有適應過的環境 所以一跨境之後 當然是跟著內地的法規來進行的